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涨0.07% 目前报价是13600点 而石油方面是下跌幅度超过3% 目前美国石油价格是跌破48块7美金 黄金价格是下跌0.45% 目前报价1642美金 比特币价格是下跌了5.5% 跌幅比较大 目前是8800美金左右 那么昨天石油价格下跌超过3% 我们很多人想要抄底 那么作为风险资产 目前整体下跌幅度都是比较大的 那么什么时候才是比较合适的一个超底价格呢 首先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这一段疫情影响的风险价格下跌会持续多久 假设之后还有一个月的下跌区间 那我们现在超底就会稍微有一些早了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要看到中国方面对疫情的一个把控以及海外市场相应的一些产品 目前的一个走势情况 那么比方说澳元现在已经是创出了近几年的一个新低 然后呢 家园 最近对家园对瑞士法郎是我们比较推荐的 但是呢 受石油价格影响 家园对瑞士法郎也是下跌的 那么这一系列的产品呢 我们如果是有其中之一 那么其他的话就不必再持有 或者是不必要再去买入石油的这个产品了 包括如果我们手上持有像股票或者股票指数 那么跟石油价格在近期都是比较相关 石油价格涨 那么他们也涨石油价格跌 他们也跌 因为都是属于在疫情继续扩张这样的一个特殊环境下 相关性得到了一个较大的提升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要考虑到的就是信心的一个恢复 市场信心如果恢复了 那么自然这些风险资产价格的就会上升 恢复信心的目前主要的动能啊 其实就是来自于央行调控 我们知道在金融产品和这个做生意啊 都是一样的啊 我们第一买一个价格 然后呢 以更高的价格出手 这个货品或者是这个金融产品或者股票 那么最终的这个差价呢 就是我们获取的利润 三个角度上啊 来看这个金融市场是否是能够恢复信心 或者是最终我们卖出的价格能不能比现在要高啊 所以赚钱呢 主要就看这三点 第一点呢 就是人 第二点呢 叫GDP 第三点呢 就是MR 人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不管买房啊 或者是做小生意 我们都要开在一个人流量比较旺盛的地方 这样的话保证我们的产出啊 最终是能有收获的 那么买房子也是一样 如果这个区啊 或者这个城市的人口一直在增长 那么最终呢 我们价格总是会以更高的一个水平卖出去 金融产品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次疫情呢 会导致未来啊 一段时间里面会产生大量的新的流动性 这个人口的流动呢 是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中国现在很多人在咨询关于留学啊 出国 或者说是境外购置一些资产的这个需求啊 是在逐步增加的 所以呢 未来呢 有可能会引发一部分资金 流到相应的一些其他国家或者其他行业上面 这一部分呢 就属于人啊 人口作为一个流动性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GDP GDP呢 是经济总量的一个统称 那么其实呢 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知道的 很明确的啊 就是今年GDP总量增量是下降的 那么中国方面呢 从6%降到百分之三点几 四啊 左右这个幅度 那么如果是未来复工啊 不是那么的顺利 或者说是有一些订单呢 已经是取消了 之后再想找回来的这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因此呢 我们要做出GDP啊 总量低于预期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趋势啊 在金融产品投资上 如果是和经济周期相关性比较紧密的行业 那么目前的股价呢 都很难有大幅的上升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M2相比于前两点呢 是客观的啊 事实的 不能发生主观性改变的 那么第三点 M2的这个货币总量啊 流动性货币总量 包括我们的存款啊 还有一些银行定活期啊 整体这一部分资金呢 是可以得到一个改变的 那M2呢 通过央行释放流动性或者降息降准啊 购置这个资产 投放到市场之后呢 我们希望的就是市场能有一些信心上啊 正相关的一些反应 那么索罗斯曾经说过啊 金市场就是一个反升性的集合 如果我们所有人对这个金市场都是有个价格上升的预期 那么最终的价格上升之后又会坚定这一部分人的想法 所以呢 整个市场就会呈现一个正向螺旋上升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呢 在央行和政府的领导下 大家的各国经济能够走出阴霾 并且呢 股市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支撑 所以呢 大家在长期来看的话 可以选择一些优质的股票或者是行业进行长期投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